一出來就說一地兩檢是唯一 你不要的話就沒有了 政府出來說一地兩檢的時候 其實它有說了其他的方案 是在他們的角度裡面 是如何 怎樣在執行上遇到什麼困難 而去到最後 是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一地兩檢 公眾資訊就是將不同的方案 Pros and Cons 全部 是羅列出來 如果你這麼有信心 大部分香港人支持的話 其實應該更加是做一個公眾資訊 在這個高鐵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開始有討論 討論了接近十年 然後你現在叫它再拿出來 越多不同其他執行不到的方案出來 其實是引起市民一個很混亂 過去十年大家都一直在表達意見 其實我覺得這一個 是勝於 你將一些可能本身已經在執行上有問題 的一些方案拿出來 現在由頭來過 市民到最後仍然過半數 仍然支持的話 我會尊重香港人的民意 但問題 我亦都要做回我們有的責任 我就希望立法會 真是為市民福祉可以幫忙做些事情 包括 不要為反對而反對 不如大家可以有機會放下一個成件 就是把一地兩檢 大家看清楚 如何在執行上 可以做得好一些 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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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